台湖第2個卡出現 緊張透了 你卡進打工夫妻要來了 你學不會講 你學不會講 我跟你講 大家好 歡迎收看 你學不會講 我是Sandy 我是憲涵 我是李歐 不要錄了啦 我們又失業了 又不錄了 台湖要崩盤了 錄什麼錄 一個人確診就點兩盤點 那10個呢 20個呢 怎麼辦 你們真的想太多了 拜託 我們今天 雖然出現了 第一例的本土確診案例 但重點是 我們有找到感染源啊 是那個機師傳染給廣民的員工嘛 重點是 來 我跟你講 美國現在平均每一天的確診人數有多少 大概多少 平均都是接近20萬人喔 照你這個邏輯 有沒有一個人跌200點 那兩個人 10個人要跌2000點 那美國有20萬人確診 一天耶 一天20萬確診 不就崩到哪裡去了 可是你看美國股市 人家是在歷史高的邊緣附近徘徊耶 哇 沒錯吧 所以你看到台北股市今天往下殺 那我們 該恐慌嗎 該害怕嗎 那重點是 你有沒有觀察到台幣 台幣怎麼了 當我們今天在殺尾盤的時候 台幣今天最強來到28.13耶 怎麼這樣 還在持續升值 所以其實錢還在 錢不但還在 而且還滾滾的一直不斷的往台灣湧入嘛 但是你們不是最愛說 拉回市機會 我們買綠賣紅 所以說呢 之前很夯的航運啊 鋼鐵啊 我們趁拉回市就趕快買了 今天綠成這樣 我告訴你 可以買了吧 我告訴你 昨天的節目 大家有沒有看 前天的節目 禮拜夜節目 大家有沒有看 我是不是跟大家說 鋼鐵航運 人手一張不孤單 對啊 沒錯嘛 連你都買了 連你都買了 欸你仔細想一想 領頭羊是誰 長榮 長榮海運嘛 長榮海運從10塊 長到33塊 長多少 長了 什麼三倍 你又不會算數啊 是兩倍 你自己本經理把它算進去了 已經長了兩倍超過200%以上了 那這時候 我們當然不建議去做追高動作 而且我們跟大家分享的是 這個航運族群佔大盤的資金比重 已經太高了 遠遠超出於它平常的平均值 超過一倍以上 差異常嘛 對 鋼鐵人也是一樣啊 那電子股的平常成交比重 都是在70%左右 現在降到50%以下 難得冷清 很冷清 沒錯 可是 大家都跑去一窩蜂去那個族群的時候 他反而今天弱喔 非常的弱喔 領頭養是長榮海運 所以在長榮海運 今天跌多少 跌7% 跌7% 跌很多 而且昨天 重點是昨天 昨天 融資大增 1.1萬張 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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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進場 你進場 我去買防疫股了 今天就 防疫股也不行 你看到今天防疫股突然尾盤 急拉衝上去 先買起來啊 好 那我問你 當國外疫情還這麼嚴重 甚至於之前 各國還爆發二次感染什麼病毒變異 你有看到台灣的防疫股大漲特漲嗎 好像沒有 也沒有嘛 也沒有嘛 而且還跌很多 那這一次我認為尾盤突然拉起來的防疫股 其實也是短期的效益 可能就是 也不能講它長假的 是長一兩天而已啦 所以我們覺得 目前現階段 我們還是要把焦點 放在 明年有機會的產業上面 那這樣台股萬五萬六 你覺得有沒有萬五 當然還是有 還是有 重點是 要趁亂減便宜 趁亂減便宜 但是長線 為什麼我說萬五萬六的計劃還是存在呢 這是有邏輯的 很簡單 歐洲央行利率多少 付多少啊 付多少 這非欣欣才知道 你都不知道 都沒有認真假幾次了 負0.5啊 那美國呢 美國聯準會利率多少 零利率 零到0.25之間嘛 而且 我們可以預期接下來的 兩年的時間 它都是維持在歷史的低檔附近 假設有發生什麼其他意外事件 搞不好還有可能變富的喔 美國還有可能變富的喔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資金是很寬鬆嘛 柯斯托安尼他就告訴我們 行情等於什麼 資金 加什麼 心理 心理嘛 你都不認真 拜託斯 你不要吵跟你錄好不好 心理 心理 它只是影響我們 短期的 短期面的 你現在會害怕會恐慌 這只是一時的 可是 資金的寬鬆 它影響的是長期的 所以既然長期的資金 是很寬鬆的 所以萬五萬六 但是還是有機會 要靠電子嗎 所以最終資金 還是會回流到電子股身上 你不可能靠傳產股 就讓整個大盤 漲到萬五萬六 但是牛沒那麼會肥 對那是慢牛 它是傳產的牛 可是真正強的 主流 還是在電子 那你反而應該要 趁現在大盤的電子資金比中 降到五成以下 然後好好的去尋找 明年有機會的 趁亂打劫 例如什麼呢 例如什麼 我告訴你 比如說像明年 miniLED電視 會開始大量出貨 那你是不是應該要去 看miniLED相關的族群 比如說像這個驅動IC 或者是那個晶圓代工的產業 很好 氣晶圓片用很多 那再生晶圓呢 你也可以注意嘛 沒錯吧 那面板 它說旺到明年 那面板的零組件 供應量 其實也還沒漲嘛 還在底部嘛 電動車也是很重要嘛 所以我想相關的族群跟個股 大家一定要特別的留意 但是每一個聽起來都很好啊 要怎麼選 沒關係 各位投資朋友 如果你想知道 我們跟大家分享 哪一個族群 那你就在留言下方 告訴我們 你想知道什麼 沒錯 那我們就在下一集的 Lio北共 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喜歡影片 別忘了訂閱按讚加分享喔 Lio北共 我們下次見 掰掰